今年2022年 我们将完成中国空间站的载轨建造 共计划实施六次飞行任务 这六次任务分别是 五月份发射天舟四号过云飞船 六月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神舟十四号的载人飞船 也是由三名航空员 乘组也是由三名航空员组成 他们也将载轨驻留六月的时间 七月份要发射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十月份发射空间站梦天实验舱 之后空间站的三个舱段 将形成T字形的中国空间站的基本构型 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建造 之后还将实施天舟五号 混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 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 其中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飞行乘组 也是由三名航空员组成 这三名航空员将载轨和神舟十四号的航空员 完成轮换以后继续再工作和生活六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